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关注我了解更多有趣的足球小故事 今日,中国国角后卫吴绍聪从广州队加盟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足球俱乐部 这名22岁的中国国角即将开始自己生涯中的第二次流洋之雨 尽管吴绍聪是通过自由转会的方式加盟土超球队 并且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他也成为了广州队防线上的主力 还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东亚杯 但如果李老师的记忆没出错的话 吴绍聪应该是恒大时代的广州队第一位主动送出去流洋的主力球员 的确,恒大没钱了,所以也没办法留住自己队类的球员了 吴绍聪此番的经历,不禁让人回忆起当年的张林鹏 2015年8月,当时的中国租坛爆出一条大新闻 英超豪门切尔西报价广州恒大求购中国国角后卫张林鹏 10年26岁的张林鹏在当时绝对是中国第一后卫 在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是主力 并且已经拿到了一座亚冠和四座中超冠军奖杯 据了解,当时的切尔西为张林鹏给出的报价在100至300万欧之间 并且蓝军表示为了解决张林鹏的劳工症问题 可以让他先加盟后在租界之卫星俱乐部 比如何家的维特斯 张林鹏在那边踢半年之一年球后 即可拿到劳工症并且获得为切尔西比赛的资格 切尔西给出的这份报价算得上是诚意十足 但后来还是遭到了恒大方面的拒绝 因为在恒大方面看来切尔西的诚意是不够的 首先恒大认为切尔西方面并不能保证张林鹏前往欧洲之后的上场时间 这在恒大方面看来是对张林鹏的不公平 其次切尔西拒绝了恒大提出的先租后买的转会方式 也拒绝了恒大未来优先回购张林鹏的条款 这几点都让恒大方面表示无法接受 所以在经历了这一番波折之后 恒大最终还是强行挽留了张林鹏 同时也让张林鹏的刘洋梦彻底破碎 在当时对于恒大不放张林鹏转会切尔西的这个话题 有不少声音对恒大的做法表示了支持 毕竟张林鹏作为广州队的主力 去切尔西看饮水机的概率很大 参考童年去了狼宝 结果变成销售型中场的张希哲 恒大队从保护球员的角度出发 拒绝放张林鹏去留养也有他的道理 但恒大真的就是单纯为张林鹏的利益考虑吗 对比一下2019年1月时 西班牙人报价200万欧求购五壘时 上海海港的操作和处理 是不是一下子有一种高下力判的感觉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